我们有了这个负变函数的定义以及极限连续这些定义以后 我们就可以定义负变函数的导数 那么它的导数的定义的形式跟我们实函数的是一样的 它的公式它的定义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定义成这个在Z处的导数 或者是Z零处的导数 我们说Z处的导数吧 这个Z可以是任何数 那么它就是LimitΔZ或者说H区近零吧 H区近零 那么这是FZ加上H减去FZ除以H 或者说是这个ΔZ区近零 写成这个样子Z加上ΔZ减去FZ除以ΔZ 如果这极限存在 那我们就说这个极限就是我们函数在这一点的导数 如果这个极限存在 我们就称这个极限为函数FZ在Z除的导数 当然我们有时候也把它叫做V双 这跟我们这个V积分里面的定义是一样的 这个定义完全是一样 当然说我们这里的H和ΔZ都是负数 那我们都是负数 我们就要注意H区近零的方式有很多种 ΔZ区近零的方式也是有很多种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要注意的地方 好 我们把这个挤入第一个吧 第二个 如果W等于FZ在整个区域D内刻导 我们就称这个W等于FZ在D上解析 我们说或者说这个W等于FZ是D上的解析函数 我们称它为D上的解析函数 解析函数我们也称之为是D上的全纯函数 在一个区域上的全纯函数 也就是说在这个区域上的每一点类 在区域D内 我们说在区域D内刻导 就是在实际上就是在区域D的每一点刻导 每一点的刻导 那我们就说它是在这个区域D上的解析函数 那么也称之为是区域D上的全纯函数 好 那有些地方也把它叫做正则函数 这几个定义是一样的 这几个名词说的是一个东西 全纯函数正则函数和解析函数都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的定义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定义可以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W等于Z平方 我们说在整个C平面上可导 我们求它的导数 我们求它的导数 这个是平方 那我们可以用定义来算 我们看H区域0 Z的Z加上H的平方 减去Z的平方除以H 那等于什么呢 等于H区域0 我们把分母把它展开 这是Z的平方加上2倍ZH 再加上H平方 再减去Z的平方除以H 那么我们把分子的这两项给约掉 两项Z平方约掉 那么就变成2ZH 加上H加上H平方除以H 那么再约掉H就变成2Z加上H 然后AH区域0 所以是等于2Z 这跟我们时数是一样的 我们发现时数我们X平方的导数是2倍的X 那么负数Z的平方的导数也就等于2Z 而我们说W等于Z的N次方 N是自然数 我们求它的导数 我们可以看H区域0 这是Z加上H的N次方 再减去Z的N次方除以H 那我们把分子的这个括号展开 分子的括号展开 那么就变成了根据二项式定理 我们N乘上N-1除以2 这是Z的N-2乘上H平方 再加到最后是N乘上ZH的N-1 然后再减去Z的N 这是H 我们把分母 把分子 把分子这两项约掉 Z的N次方约掉 再把分母的H除掉 就变成NZ的N-1 再加上NN-1 这是Z的N-2乘上H 最后 这也还少了一下 再加上H的N次 好 再加上NZH的N-2 再加上HN-1 那我们发现除了第一项以外 后面的所有项都会有H 因为H趋近0 所以后面这所有的项都趋近0 只有第一项它是跟H没有关系 没有H的 所以结果是NZ的N-1 我们发现这个公式跟我们维基分那边的公式也是一样的 这是第二个立体 我们再看一个不可导的例子 我们W等于Z的这个公务函数 我们证明 W不可导的 我们证明它在整个C上是不可导的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利用它这个 在整个平面上不可导 我们利用这个定义 我们先看这个 好 我们 DELTA 我们说 我们现在用DELTA-Z来表示 DELTA-Z趋近于0 那么 Z加上DELTA-Z 它的 这个共恶数 再减去Z的共恶数除以DELTA-Z 因为写成DELTA-Z 我们就可以写成DELTA-X和DELTA-Y 当然写成H也可以 那我们习惯上写成DELTA-Z 可能比较容易一点 那么根据共恶函数 它的 共恶数的一个性质 它相加的共恶数 等于它们的共恶数相加 再减去它们的共恶数 然后出于DELTA-Z 那我们来看一看 就变成DELTA-Z趋近于0 这是DELTA-Z的共恶数除以DELTA-Z 但是我们知道DELTA-Z它是等于DELTA-X加上I DELTA-Y 而DELTA-Z的共恶数等于DELTA-X减去I DELTA-Y 所以这个极限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去趋近 那我们当DELTA-X趋近于0而DELTA-Y等于0的时候 我们从这个方向趋近 就是从实数轴方向去趋近 DELTA-X趋近于0 DELTA-Y等于0的话 那么这个DELTA-Z的共恶数除以DELTA-Z 就会变成什么呢? 那就是因为DELTA-Y等于0 我们分母就会变成DELTA-X分子也是DELTA-X 所以这个等于1 而从虚轴趋近的话 DELTA-X等于0而DELTA-Y趋近于0 那我们就得到DELTA-X等于0 DELTA-Y趋近于0 就会这个表达式就会变成了什么呢? DELTA-X等于0的话 那么分子 分子就变成负的I DELTA-Y 而分母就变成I DELTA-Y 所以等于-1 所以我们说这个极限不存在 Z加上DELTA-Z 它们的共恶数减去Z的共恶数除以DELTA-Z 这个极限不存在 我们不管在什么点一样的点它都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说W等于Z的共恶数 这是不可导 在任何点数都不可导 这个是我们利用这个定义去计算 那么根据这个定义 我们可以得到其他的一些运算的性质 这个 这个跟我们实减数完全一样的 如果F Z GZ 在定义一类可导 如果他们在定义一类可导 这个跟我们实减数完全一样 我们很容易就把它写出来 那我们首先得到的加减的导数 等于导数的加减 以后我们可能碰到写它可导的话 我们也许会发现 他们会写 在这个在他们的定义一类是定义一类是解析的 或者说他们说在这定义一类是全存的 那就表示都是可导的意思啊 好 加减的导数等于导数的加减 乘的导数 这个是乘发的导数 那么第一个的导数乘上第二个 再加上第一个导数乘上第二个 第一个减数乘上第二个的导数 这跟我们实减数是一样的 商的导数 商的导数 也是我们商的法则 分子的导数乘上分母减去分母的导数乘上分子 除以分母的平方 这是四字运算 那么复合函数 FGZ 复合函数的导数 那么跟我们实减数一样的 先把GZ看成一个整体来求导 再乘上G关于Z的导数 这些都跟我们实减数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区别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一些立体 我们现在学到的这是密函数 好 例4 我们W等于 Z的平方 加上2Z减1 整个十次方 它的导数 我们可以把它 跟我们实减数一样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W等于U的十次方 或者说是 W等于FGZ FZ等于Z的十次方 而GZ 是等于Z的平方 加上2Z减1 用这种方式 那么 W关于Z的导数 那就是等于 F的F 整个关于G 把G看成一个整体 那么就是 Z 十倍 这是Z的平方 加上2Z减1 这是九次方 再乘上2Z 加上2 这是负荷函数的导数 当然我们这里也用到了 加减的导数 常数的导数等于0 因为常数可以看成是 看成是Z的0次方 直接是 常数的导数 直接就等于0了 我们可以用定义去算 这个公式跟我们 微积分的公式是一样的 那这里我们就没有太多的好说的 好看 我可以用这个 好看 谢谢观看